前方草丛一阵异动 让野狗族群紧张不已 野狗的听觉 即便在犬鸽动物里也是数一数二 绝对不会听错 大大的耳朵不停转动 像雷塔一样定位声音来源 就在那边 被草丛和树林遮蔽的地方 沙沙声尽管细微 却逃不过野狗的耳朵 只不过声音突然中断 难道只是一阵阴风 野狗族群有六只幼崽 它们不敢有丝毫大意 可以确定不是风 那里有一股气味扑鼻而来 这种恶臭让野狗深恶痛绝 莫持难忘 并非朋友来访 而是宿敌来袭 猎狗在草丛里若隐若现 如鬼魅似幽灵 发现一只猎狗 就好比房间里出现了一只蟑螂 此而此刻 整个猎狗群都已经在附近徘徊 此地对野狗幼崽来讲 已经变得不再安全 甚至凶险之急 因为猎狗从不挑食 它们什么都吃 灌木丛深处有一窝野狗幼崽 一共六只 四位弟弟 两个姐姐 坦蒂和鲁拉 鲁拉生来谨慎 经常跟弟弟们待在一起 坦蒂则天生好奇 喜欢到处探险 总的来讲 野狗幼崽们只有两个月大 都不会离开巢穴太远 野狗群还有十名成年野狗 整个族群处在一对野狗夫妇的领导之下 科学家们为了研究野狗 给野狗夫妇安装了对象圈 野狗族群中 只有首领夫妇才能繁育后代 这就代表 其他八只成年野狗 都是小野狗的阿姨或者叔叔 虽然并非直戏 但也血脉相连 因为野狗巢穴附近 有很多猫帕女术 所以这个野狗族群 就被人类称为猫帕女派系 顺着野狗巢穴一路向东 大约一公里开外 是非洲一条著名的大河 水是生命之源 这里不仅适合狩猎 也是繁衍生息的完美场所 当旱季到来 草原上其他小羹小袜的积水 全部干涸不减 众多的食草动物 都要穿越野狗派的领地 前往大河饮水 草原本无路 走的动物多了也就有了路 显然 路并非野狗派所有 可他们不讲道理 只要把住路口 就可以强取好多 大开杀截 野狗派耐力出众 奔跑时速可达60公里 依靠超强的耐力长途追袭 再利用族群的力量 轮番追赶 虽然体重只有大概20公斤 却能狩猎 数倍于自己的猎物 而且狩猎成功率 高达85%左右 属于非洲草原 最成功的猎手之一 小野狗们还不能熟练 但他们已经断奶 所以整个野狗族群对食物的需求特别大 虽然小家伙很饿 也不能冒险跟随大部队 一路之上危险重重 他们是野狗族群的希望 一方不测 野狗派通常会在巢穴附近 留守一只成年野狗 大街坦地并不喜欢受制于人 它渴望独立自由 好奇心驱使它 前往高高的草丛 一探究竟 长期以来 它每天都会走得更远一些 这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波测 妹妹撸拉则不然 它从来不离开猪群 经常跟弟弟们一起打闹 为自己的未来锻炼身体 不管是锻炼肌肉 还是提高反应 彼此打闹都能带来不错的效果 这晚玩耍间 野狗大部队归来 它们带来了丰盛的肉食 小野狗大口咀嚼着 成年野狗OTO的食物 精英有味 分享是野狗派最核心的规则 不仅养活了整个族群 还能维持家族成员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社会性最高的狗 野狗家族内部几乎不会为了食物打架 每只野狗都能分到应有的一份 即便摊地跑出很远 也完全不用担心没有吃的 然而 小野狗的成年过程又起会一帆风顺 草丛里刷刷作响 吸引到野狗注意 野狗的听力 在犬鸽动物里排名第一 异样的声音让整个族群变得不安 野狗首领开始寻声而去 到处搜寻 却一无所获 正迷惑间 一股酸臭的气味飘了过来 虽然不愿看到 但又不能不接受 一只猎狗草丛里现身 这附近先有猎狗触摸 今日里突然出现猎狗 想必附近会有猎狗族群 猎狗属于群居动物 族群数量不可小觑 最多能达八十只 体型更是野狗的两倍 运入薄弱动物中最强大的下额 咬力惊人 野狗被咬到不死也是重伤 这只野狗派系有六只幼崽 它们全部在猎狗的食谱之上 万不可调回清新 野狗巢穴一路向南 大约1.5公里的地方 新来了一帮博素之客 它们是乌克猎狗帮 帮派成员众多 占力强悍 三十只肌肉发达 皮糙肉厚的猎狗集结成群 这是一个被废弃了的猎狗巢穴 随着草原上水坑的消失 这块距离大河较近的老巢穴 反倒成了战略要地 猎狗乌克邦腾挪到此地 它们背影离乡 雕视自己的孩子 一路上风尘仆仆 可来到此地只是开始 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它们想要占据要地 大开杀截 虽然都是群军 但猎狗和野狗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 猎狗看似成群结队 实则各怀鬼胎 每只猎狗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 乌克邦有许多猎狗家庭组成 都服从于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 即便这样 地位最低的雌性猎狗 地位也在所有的雄性猎狗之上 最高首领 是体型较大的猎狗女王 提携手段 利用严密的等级体系 让整个猎狗帮服服帖帖 马首是瞻 猎狗帮的上层 拥有进食和睡觉的优先权力 低等级的猎狗 只能吃些餐羹剩饭 睡在巢穴外围 远处 走了一只年轻的雄性猎狗 名叫多格 大约九个月 是整个族群里最大的幼崽 多格还处在哺乳期 只是 他的母亲又有了两个孩子 占据了吃奶的位置 多格对小幼崽稍有不尽 母亲就会大发雷霆 猎狗的奶水里 有着哺乳动物中 最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 能帮助幼崽 发育得更大更强 而多格 却越来越缺乏享用的机会 多格母亲的日子同样难熬 虽然是雌性 但他的地位并不高 即便如此 母亲依然会保护自己的长子多格 免遭其他猎狗的过度欺辱 随着多格年龄越来越大 母亲能保护他的日子 也屈指可数 到那时 多格会跟族群里 其他的年轻雄性一样 坠入猎狗的最底层 如此再过一年 多格就会被迫离开族群 开始全新的生活 野狗幼崽坦地和鲁拉 也将迎来里程碑式的转变 几星期后 他们将离开巢穴 跟随野狗族群 四处奔波 随遇而安 除了三个月的 哺乳野狗幼崽阶段 野狗群从来不在一个地方 停留太久 三个月的时间 最后坦地 鲁拉和兄弟们成长了 追得上成年野狗的步伐 成长速度快 并非毫无代价 野狗幼崽 需要大量食物 才能维持生长 他们翘首一盼 希望成年野狗 能赶快返回 为大家带来 足够多的美味 前方的草丛传来异响 这次不同以往 声音尤为清晰 莫非是狮子 留守在家的成年野狗 警觉起来 仔细端详之下 发现是脚马路过 对付250公斤的脚马 需要至少两只 成年以上的野狗 但野狗守卫的 嗜血欲望 让它前往 一探究竟 对主动送上来的鲜肉 难以释怀 野狗幼崽们 也私下打量 这是他们第一次 见到脚马大军 脚马群的表现 更是紧张 每次遇到野狗群 结局都十分惨烈 坦蒂却没有跟随野狗群 自己继续在草丛里探索 对30米万的遭遇 竟然毫不知情 倘若脚马群受惊狂奔 坦蒂可能会挡住去路 被脚马群踩踏着死 幸好 脚马群安静地离开 并且朝着相反的方向 野狗群知道 自身力量弱小 选择擦肩而过 这也间接救了 独自冒想的坦蒂一命 一只油猪乱入此地 被野狗警卫发现 刚才人了很久 才放弃脚马 如今绝不能再错过油猪 油猪看似还小 实际绝非善累 尖锐的獠牙 有时候可以让狮子 开膛破肚 野狗警卫压抑不住冲动 果断追逐 暂时忘记了 留守的第一要务 坦蒂感觉到不对劲 也迅速返回 可野狗幼崽们 身边已经没有 成年野狗的护卫 显得尤为凶险 这是他们有生意来 第一次毫无束缚 野狗警卫们急速追击 终于将油猪猎杀 这里距离巢穴 大约二百米 野狗幼崽一个个前来 他们第一次 在狩猎现场吃到鲜美肉时 油猪肉并不算多 这么多野狗一起用餐 没有多久 就让油猪残骸吃得精光 吃猎物容易 不杀猎物奶 野狗幼崽需要彼此打闹追逐 从而锻炼自己 成为未来的优秀猎手 坦地天性独立 并不喜欢群体 一窝蜂地去做某件事 然而 野狗群能在非洲大地生生不息 关键就在团结 他们关系亲密 为团队而展 这跟猎狗群森严的等级制度 完全不一样 野狗族群内部 在犬鸽动物中 是最没有攻击性的 极少看到野狗内部发生争强 火病 野狗首领夫妇 虽然是族群之长 可他们并不会盘剥下属 反倒是一马当心 冲锋在前 打斗玩耍之际 即便是首领 也会因为动作失败 而对其他成员表示服从 这样利于团结 不管是捕猎 还是战斗 都让野狗 有一种为自己而战的荣耀感 一只野狗小便之后 其他野狗都会在尿里滚上一圈 站上气味 这样一来 野狗每个成员身上都有类似的气味 任何离开族群的成员都能闻到家族气味 可以迅速返回 跟野狗不同 甚至于跟大多数哺乳动物都不一样 雌性野狗成年之后 必须要离家出走 18个月后 等到摊地和露拉哺乳成年 他们就会离开家族 和没有血缘的雄性野狗 逐建新的野狗群 运气好的话 成为雌性首领的那个 还能孕育自己的孩子 到那时 他们就会彻底地融入新家庭 忠贞不二 野狗主力部队来到大河旁边 天气炎热 不适合狩猎 野狗群在河边休息 静待黄昏来临 可这里不只有野狗 猎狗也分之踏来 让野狗群无法再安然休息 猎狗女王带领乌克邦来到河边 野狗派第一次近距离遭遇猎狗邦 双方互相打量 数量相当 猎狗的体型很大 至少相对野狗来讲 体长甚至可达1.5米 即便最大的野狗 也短了半米之多 野狗咬几口猎狗 都很难破防 猎狗咬野狗几口 不死也是重伤 如此局势 大战起来 恐怕野狗派难抵猎狗邦 观察一番后 野狗派选择领取投降 猎狗邦看野狗军心不稳 果断冲击 让存有抵抗意志的野狗族群 也纷纷撤离 把沙滩的地盘拱手相扰 野狗派走向内陆 越走越远 当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 野狗们在路上遇到花豹的战利品 虽然是残骸 肉也足够的多 甚至可以带回家给孩子们品尝 坏消息是 肉就在猎狗群的上风处 肉香飘去 惹得猎狗群紧随其后 野狗群漏掉的碎肉 让他俩的猎狗大为受用 可距离越来越近 野狗们需要赶快地把肉拖走 才能躲过猎狗的争抢 可惜来不及了 猎狗发现了大块肉食 呼叫同伴一起来抢 敌众我寡 我弱敌强 野狗群迫不得已放弃肉食 再次投降 野狗们选择离开 尽管它们士气低迷 却并没有影响到团结 这就是野狗群作为大的力量 与之相反 猎狗女王叼走肉食 一口也不愿分享 将自私写满脸上 正当猎狗女王率一众亲信 欺负野狗之际 猎狗的老巢内 发生的事情也不同凡下 猎狗的世界 等级身份决定一切 所有的社会交往 都围绕等级进行 谁先吃肉 谁能坐那 谁能欺负谁 猎狗可以继承母亲的地位 它们同样通过战斗提升地位 这是猎狗族群 没守成规的约定 如同封建社会的客举制一样 给底层一个向上的空间 利于猎狗女王的同志 对权利的极度渴望 让每只猎狗都蠢蠢欲动 静候时机 今天 多格的母亲终于等到天赐良机 没有猎狗女王注视大局 多格的母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推翻女王同志 让自己成为新的女王 王后将向内有种户 多格也是义愤填膺 配合母亲一起发难 如果母亲叛乱成功 自己也将鸡犬升天 多格母亲开始欺负其他猎狗 多格配合母亲 所冲又突 对更年轻的高等级小猎狗一断死咬 整个猎狗老巢 一时间乌烟瘴气 如果这次政变成功 猎狗的地盘就为多格一家所有 然而 他们的力量还远远不高 需要其他猎狗的加入才行 多格母子急需后援 如果有更多的猎狗加入 推翻现任女王几乎是马道工程 计划在关键时刻出现纰漏 其他猎狗 从心底里瞧不起多格母子 他们不允许 自己欺负的对象成为族群首领 紧要关头 他们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坐山关虎头 这样一来 多格母亲的夺权暴动 让自己陷入混乱的争执之中 以至于僵持不下 时间可是他们的敌人 因为猎狗女王 应带队返回濒临城下 猎狗女王的出现 让混乱戛然而止 多格母亲 眼看事不能成 加热尾巴赶快返回自己的地盘 对女王表示臣服 而另一边 对女王终生的成员 则纷纷欢迎女王 用肢体语言 表示对女王绝无二心 祝愿女王的同志万事千秋 正便未遂 让多格母子的地位雪上加霜 现在没有任何猎狗 再跟他们交往 既然失败 就要有背锅者 母亲将锅甩给了多格 不给他喝奶 强迫他离开 多格哭哭哭哀求 母亲却毫不留情 颇有大义灭心的壮举 雄心猎狗一般跟随母亲生活 直到两岁后加入单身汉群体 去寻找新的猎狗族群 可现在多格没了母亲庇护 沦落到猎狗社会底层中的底层 任意一只猎狗都可以骑到头上欺负他 让多格忍受胯下之辱 幻想破灭 加上失望透顶 也许只有离开 才是对母亲和自己最大的救赎 多格无奈 决定及时之损 去别的地方闯一闯 走一走 可多格并不止草原险恶 少不耕食 独自流浪 远处传来狮子的怒吼 几个月大的多格显然处境堪忧 月上之头 野狗主力返回沙滩之上 除吃了几口碎肉 他们已经24小时没有捕获任何猎物 自己鸡肠鲁鲁 孩子们在巢穴里也是嗷嗷待哺 对于捕猎效率很高的野狗来讲 这极为罕见 黑夜时分 大皮羚羊赶来喝水 草原开阔 让狮子花豹等突袭型猎手毫无遮蔽 却让野狗族群深受博物 这正好利于他们捕猎 狩猎前 野狗族群被发出污液声 相当于战前动员 野狗群激动的心情让他们暴露出自己的行踪 他们的敌人 不只是猎狗 河边市群听闻嘈杂 赶来此地 这些大猫盯上了同样的猎物 他们将野狗群当作竞争对手 狮子通常不会吃野狗肉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赶走或杀死对手 对野狗来讲 如此良机不容错过 家里还有幼崽需要喂养 即便面对狮子 野狗群也不愿就此罢休 他们甚至对狮子发出叫声 警告狮子不要过多插手 狮子不懂声色 静止前行 他们不打嘴炮 只想用鲜血证明 野狗群健壮赶快撤离 他们斗不过市群 那可是非洲一哥 连猎狗群都无法取胜 唯独野狗首领留在原地 继续大叫大吼 市群迈着狂飙的步伐向前推进 威武霸道杀气上涌 这一次是玩真的了 冷风袭来 让野狗首领再不敢放肆 赶快转身逃走 市群变换阵型 以包围之时冲来 狮子的冲刺时速可达八十公里 但耐力不足 野狗的时速略低 可跑得更久 今晚 市群并没有捕杀到野狗 可以让野狗跑到很远 再也不敢回头 河床上的厮杀声 兴来乌克猎狗帮 他们紧随市群想要检楼 市群今晚状态不错 赶走野狗不久就有斩获领养 猎狗群暗处亏死 赶快围隆而来 市群的数量不在少数 他们围在一起尽食 让猎狗毫无机会 猎狗的叫声 让狮子们不胜其烦 一些狮子叼起食物 找个安静的角落 大快吃肉 这针对猎狗的胃口 他们集结兵力 对狮子个个急迫 狮子同样不是吃素 他们杀死猎狗的数量 占猎狗死亡的60% 猎狗抢食狮子 无异于刀尖上跳舞 双方不断拉扯 不断势态 猎狗群苹果弯实力 发起了总攻 虽然猎狗不愿分享 但他们知道 团结起来 能抢到更多的食物 狮子单打独斗之下 面临劫难 幸好来了狮群帮手 狮子们开始抱成一团 让猎狗群 再没有机会施展阴谋 无奈撤出战场 猎狗女王 却在带头冲锋之后 落入后方 被狮群截获 三面后围 强行突围 相当于自投罗网 猎狗女王经验丰富 她先向后撤 趁狮子追击之际 看到了回去的缺口 果断逃走 经历了铁鞋较量 猎狗帮吃到了一些肉食 全身而退 只是 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破效时分 野狗群焦躁不安 它们的捕猎效率 高达80%以上 却因为猎狗和狮子 一次次失守 食不我呆 野狗群不能在这不消耗下去 它们必须要尽快成功 众多野狗 把目光描向了羚羊 开始果断追逐 不到一公里 野狗们就追上了成年羚羊 80公斤的肉 足够这群野狗大快多一了 问题是 它们还没有吃上一口 猎狗群就发现了骚动 疯狂不赖 真是噩梦一般的邻居 让野狗猫怕你派 水深火热 痛心疾首 它们只能再次选择后退 成全无可帮烈狗 野狗群空手而归 它们回到了巢穴 却没有给幼崽们 带来丰盛的食物 野狗幼崽 习惯了每天两顿 现在 它们已经一天一夜 没有吃任何的东西 不到两周之后 它们就需要跟随大部队 一起迁徙 只有足够强壮 才不会掉队 这似乎成了死循环 让野狗群一筹莫展 炎热的天气里 本来是野狗的休整时间 现在却不能再等 野狗主力再次集结 外出狩猎 野狗又在叫个不停 想要跟随一起 被野狗警卫挡出去路 它试图让小家伙们 保持安静 藏在灌木丛 却无济于事 小家伙们吵个不停 不想停下来 或许一停下来 就会饥饿难耐 不如一块游戏 暂时忘记烦恼和忧愁 广队的草原 一只猎狗 形态影之 正是多格 它到处游荡 一天一夜之久 它以前也曾离开过 但从来没有这么久的时间 也没有走过这么的远 猫怕的野狗群 突然出现在多格前方 这么一个 就越大的小猎狗 不可能抵得过 如此多野狗的联合脚杀 领头的野狗 却直接跑走 似乎没有看到多格 多格刚放松一口气 却被其他野狗发现 多格的体型并不大 赶快躲在灌木丛前 稳住地盘 它似乎被吓得 你也动不动 野狗会杀死 落单的小猎狗 这是它们抹除 敌人力量的绝佳机会 但野狗们 太久没有进食了 寻思良久 它们做了决定 不值得 为这只小猎狗 浪费太多的精力 它们需要狩猎成功 毕竟 野狗一般不吃 其他食肉动物 多格侥幸逃过一劫 疯狂传着粗气 惊魂未定 夕阳洗下 野狗幼崽们依旧在开阔地带 不愿藏身灌木丛 野狗警卫 劳累了一天 维持秩序 现在也是累成了狗 野狗幼崽的叫声 在黄昏时刻 能传得很远 它们不知道 此时此刻 正是它们的邻居 乌克猎狗帮 活跃的关头 来了一只猎狗 并非多格 而是猎狗女王 狡猾残酷 凶狠无情 闻到猎狗气味 让野狗幼崽和警卫 马上提高警惕 开始疯狂逃走 多数野狗跟随警卫 藏身远处的灌木丛 猎狗女王听到动静 马上追赶 并不是所有野狗 都藏了起来 在远处玩耍的滩地 感觉大势不好 朝着反方向逃走 没有想到 自投罗网 被猎狗收入囊中 可怜的滩地 一头撞向猎狗的包围圈 只一口 就被猎狗女王咬杀 毫无反抗机会 摊地付出了生命代价 告诉世人 为什么野狗群体里 大家都要团结一心 不能脱离集体 猎狗女王并非只身前来 其他猎狗都躲在暗处 卢拉和其他幼崽 藏身惯不从 一声不吭 远凭前来扫荡的猎狗 疯狂嚎脚 如死人的镰刀 在风中狂舞 野狗警卫 则孤身出击 信着猎狗的注意力 保护幼崽 不被发现 夜半时分 野狗群主力返回 大量的猎狗气味 让野狗母亲痛心疾首 带领族群 地毯式 搜寻幼崽 第二天 阳光普照之际 猫帕里野狗派选择放弃巢穴 带着小野狗们出发前行 远离无可猎狗帮越远越好 比起野狗们的原先计划 提前了一个多星期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野狗幼崽 幸存了五个 野狗群再不敢冒险停留 他们不能承受 再失去一只幼崽的风险 五只幼崽紧紧跟着 虽然他们角力不足 可见识了同族姐姐的残局 让小野狗们知道 想要见到明天的太阳 必须要跟自己的族群步调一致 团结起来 才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无可猎狗的巢穴 迎来久别重逢 多格在流浪两天后 返回母亲身旁 虽然保全性命 但他的心态已经如死后新生 现在不是脱离团队之时 想要后继勃发 还需要忍耐坚持 倘若意气勇士 就算逃得过初一 也躲不过十五 多格会和母亲一起生活 直到一年后 羽衣丰满 他会再次离家出走 加入到另一个猎狗家族 到那时 自己有能力再次拼搏 成为地位最高的雄星 说不好 他有希望成为猎狗女王的配偶 遥想未来如烟似梦 只是现在还会被欺负 从野狗和猎狗的组织来看 人类同样有着类似的遭遇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努力前行 充满荆棘 有时候 不得不适应环境 稍稍低头 也是为了厚积勃发 昂首挺胸 莫怕少年穷 点赞 加关注 生活 有温度